我们都知道狼牙榜依旧是一部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戏,剧中只有唯一的一条感情线,美茶苏霓黄郡主,结果霓黄的戏份堪比女恩号,少得可怜。 而狼牙榜二里,难得有了肖萍张芒千雪和肖萍金灵溪这两对CP,但观众之呼正如阳光,终于会太易信念了。 尽管如此,狼牙榜二里最值得看的还是兄弟情啊,尤其是最近的剧情,简直就是个强笑脆内戴,小巴万万没想到,竟然有一天能被叫住黄小明给演哭。 狐牙榜这个洗脑能力已经强的串销头目,早年间自己和弟弟同时患病,母亲放弃了救他而将唯一的药拿来救弟弟,之后心里扭曲成变态,于是故意设局让肖萍张肖萍金同时深中剧毒,想测试哥哥会不会将唯一的解药赞给弟弟。 最后,林氏找出了用一颗解药同时救两人的办法,大家都以为肖萍张不用领放盒了。 但无奈编剧硬要肖萍张下线,在准备解毒的时刻传来老王爷,战场被困了消息。 肖萍张为了救老王爷,放弃了剑毒的机会,主角光环在长大,也强大不过编剧的笔杆子呀,心疼世子。 接下来的剧情小霸,是看一次哭一次,蒙千雪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一决,跪下来求他不要离开他。 世子去世时,世子非哭老王爷哭,弟弟笑萍金哭,愿在朝堂的苗弟哭,观众也哭不解平张小雪,这对CP被拆散了。 平静则怪灵溪听了大哥的话,把解药拿来救自己,惊心这对CP也被拆了,但这还不够,编剧还让第三对CP也下线了,那就是梁帝和秦升,编剧只是想让观众寄刀片给他呀,梁帝也零喝饭了。 但是在临死之际,皇帝最担心的不是宁幼的太子,而是年迈的老王爷。 龚高镇主向来是皇家最忌惮的事,要不然狼眼宝衣的齐王和赤燕君,也不会落得那八悲惨下场,而皇帝甚至自己一旦死去,有地上位,朝臣必定会拆敬老王爷,是不会觊觎皇位。 于是临终前特异,丹仲托,姑,力抱老王爷,死前还喊着老王爷哥哥哥哥哥,毕竟那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情谊啊。 雷慕,经历重重变故,萧平金这个明亮少年被迫成长,肩负起大哥的重担,也将自己活成了萧平章,而茫茫大的太子,也成为了一国之军。 尽管两人都已经长大,但太子一见到平京,还是喊他哥哥,毕竟这也是从小玩到大的情谊啊。 而小八只希望着对,兄弟将来不会被小人理解,心生猜忌。 但这恐怕很难了,因为他有一位常年智商不在线的母后,不仅仅处处忌惮长林王府,还轻易的就被蒲羊英忽悠,搞出一系列害国害民的事来。 气的观众都已经开始大骂萧景眼了,有情有义就是没脑子的,给自己儿子挑的啥皇后。 在一堆以男欢女爱为主线的电视剧里,狼牙榜系列却有兄弟情展现家国情怀,简直就是一股清流。 就像大话戏游手游一样,代言人也是选择有情有义的狼牙少侠游。 后,浩然,有情有义有兄弟,被狼牙榜二虐完之后,不如来大话戏游手游,缓缓心情吧。